2月25日,联合国安理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,就一项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草案投票。 最终,安理会的15个理事国中美国等11国投下了赞成票,俄罗斯投下否决票,中国等三国投下弃权票。 由于俄罗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了否决权,该草案未能通过。 这项决议草案由美国推动,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俄罗斯攻击乌克兰,并要求俄罗斯立即撤出所有部队。 美国官员承认,俄罗斯显然将否决该决议,但是强调美国认为,对该决议进行表决以彰显俄罗斯在国际上孤立无援非常重要。 美国官员强调,即使俄罗斯否决了安理会的决议,联合国的193个成员国也将很快在全体大会上就另外一项决议进行表决, 而俄罗斯无权再否决。